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阿N与阿N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李宝盈的戏剧人生 在1959年方艳勋结婚 因为结婚所以就适应不再演出 李宝盈于是获得各方认定她是接班人 就是方艳勋的接班人 在1960年代开始 李宝盈开始投身入粤剧界 她施承明灵陈飞龙和谭珊珊 另外她又曾经学艺于京剧演员胡鸿燕 和老龄公奇彩芬 学习武弹的身段和功架 并且得到呂班政家承多拿的大力推举 令到李宝盈一出行一出道 即刻可以做保顶剧团的正印花旦 在60年代初 李宝盈曾经和明灵林家兴 合作组织了这个家宝剧团 在1962年李宝盈获得导演周诗鹿的邀请 担当主演由周诗鹿负责执道和改编的 粤剧器部《碧玉针》 同名的粤剧电影《碧玉针》 并且和明灵林何非凡合作 在1973年起 李宝盈就开始和罗家英搭档演出 他和罗家英两个人 曾经先后创立大群鹰剧团和丽群剧团 李宝盈是1970年代的粤剧名作 包括和罗家英合作的张台柳 以及和何非凡合作的迪清二厂三冠等 在1974年李宝盈和罗家英 获得香港中乐团的邀请 在香港大会堂的音乐厅演唱 《白蛇转之断桥》这首曲 并且由乐团 即是香港中乐团 和戏班的乐队联合伴奏 这也是粤剧狡响乐化的新尝试 其后两个人再在大会堂 先后演出了清唱粤剧《孔雀东南飞》 以及由粤剧团和市政局支持 孙宝宁执道 以及和香港中乐团和戏班乐队联合伴奏的新篇交响乐 《粤剧园》《粤剧园》 《粤剧园》就是粤剧交响乐化的第二部 在1980年6月和7月,市政局曾经先后两次主办了 李宝盈和罗家英两个人的粤曲演唱会 其中《孔雀东南飞》这首曲更加插入旁白 这就是开创了粤曲、粤曲界的先河 李宝盈亦曾经分别和AMA管弦乐团、泛亚交响乐团等 这些古典乐团合作 此外,李宝盈亦曾经和罗家英回到两个人的家乡 港东顺德和顺德粤剧团合作 因为罗家英和李宝盈都是顺德人 回到顺德,理所当然就是和顺德粤剧团合作 他们合作中,合演了张台柳和鄂青夜闯三关等等 这些曲目 同时,他们亦曾经去到越南、美国和加拿大等地表演粤劲 在1980年代,李宝盈再度和林家英、林家星拍档 两个人组织了众荣华剧团 演出的剧目有《刘台会》和《容马金歌》《万里情》等等 在1986年,李宝盈曾经和《罗家宝》组成了新宝粤剧团 演出的剧目有《狐不归》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文武生》之外 李宝盈亦曾经同过 《墨炳荣》、《新马斯增》、《陈锦堂》、《罗劍郎》、《宇佳》、《王千岁》、《王超母》、《石燕子》、《苏绍堂》、《林锦堂》、《吴超峰》等等 以上这些文武生合作过 只不过是跟罗家英和林家兴合作得比较多 其他文武生就合作得比较少 此外她亦都跟冯丽、任劍辉、邓碧云、邓碧云、奇少英、陈宝珠等等 这些女文武生合作过 有些是合作出唱片 有些是合作唱粵曲、做粵剧 李宝盈从艺以来所灌录的唱片 超过200张 除了粵曲、粵剧、电影演出之外 李宝盈也曾经积极地从事过粵剧新秀的培训工作 和粵剧艺术的推广工作 今天和大家分享李宝盈的艺术人生 暂时分享到这里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Lan频道 下条片继续和大家分享李宝盈的戏剧人生 拜拜